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DES的你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金钱整理 金钱整理其实挺重要的 我也把我懂的一些知识交给大家 就是分享给大家 首先你能够制定保持理想状态的简单规则 不需要再对金钱有各式各样的烦恼 这么一来就能够从被账单追着跑 被没钱压得喘不过气的状态 转变为只把钱花在自己想要的事物上 感受到有钱的喜悦的状态 第一点就是轻易管理金钱 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 第二点就是不再把钱浪费在没有用的东西上 整理好的皮夹与存折 就能培养出分辨必要与不必要的现金流的能力 第三就是财富开始积累 这些不必要的花费转换成以存款的形式累积 你开始有了皮夹里有钱 存折中的存款逐渐增加的实际感受 而你可以亲眼看见这些变化 其实你不是没有钱 只是因为钱到处散落 所以才会看不见 其实我的缺点就是这一点 所以我才会努力学习 你会觉得没有钱是因为金钱的通道上堆堵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 只要把通道整理干净 名为金钱的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并且实际感受到自己不是没有钱 而是不但有钱还能赚钱 整理金钱的通道是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因为整理完之后你的身上就会开始发生各种愉快的变化 所以大家看一下你的金钱有没有赌赛 如果赌赛的话赶快整理一下 不需要面对数字 只需要把通道收拾整齐 今天的皮夹创造未来的存款 所以我们先开始整理皮夹 皮夹整理的简简单单清爽的人通常也会珍惜钱财 使用存折与卡片时也有自己的原则 而且现在很少人用存折都是用卡 生活简单只买真正需要的物品就能满足 我只给大家讲就是一些重点啊 如果无法好好回答这些问题 请立刻整理皮夹吧 光是这么做就能减少不必要的花费 并且开始存钱 那么书上说呢 信用卡只放一张 然后提款卡一张 身份证件 驾照之类的放一张 但是我的皮夹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皮夹就是信用卡 银行卡 证件 每个人使用的卡数不同 那他放的也不一样 但是至少就是你要放你的证件 就是驾照之类的 ID之类的 在你的钱包里面 然后就是信用卡至少也要放个一两张嘛 因为你有备用的嘛 然后提款卡的话你就也差不多一两张吧 如果你能节减到一张也行 但是我会就放我需要的 和信用卡就是你看哪一家 它的利息最低或者是点数最高 你不是可以积分吗 积分可以换现金吗 你就用那个就行 还有一些是积分换礼品的 当然换现金的比较好一点 你就选最有效率的一张 还有一点啊 就是你商店的会员卡也好 信用卡也好 都只保留你常去的这家店的那个卡片即可 我们不是为了获得点数而花钱 而是因决定好花钱的地方 再取得点数这项优惠 最重要的是把钱用在哪里 让能量流到哪里 皮夹里只放入真正使用的卡片 就把金钱的通道整理的检测 还有就是你买东西里小票收据什么的 如果你想把这些东西记下来的话 你可以用手机APP 把这些小票上买东西多少钱 什么类别写下来 然后就可以把那小票撕掉了 如果没有什么用处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做 因为我以前也是留了很多小票 收据也买东西两三年的 然后有一天我发现 我们家抽屉都堆满了 怎么这么多垃圾 后来我就把它丢掉了 现在我就是把它写在我的APP上 手机不是有APP吗 或者你写电脑上也行 很清楚的你就能找到了 每一年的 你一个APP就全都寄了 不用拿着那些小票 还占据你家里的空间吗 然后放钱的话 你的钱包里面放钱的话 我不建议放很多钱 我的钱包里面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现金的 基本上就是出门的话 就刷卡 因为以前在中国都是手机网上支付 你不带卡也没事 然后在美国的话 用一下胸卡就可以了 别的也不用 然后存折的话 基本上是我没有存折 现在很少人用存折了我觉得 所以这个存折整理的话 就看你自己 一般存折都是你买房子的时候 它可能会给你一个电费的一个存折 交水电费的那个号码 别的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冰箱整理呢 你就把冰箱整理干干净净的 然后吃什么 先吃先买就行 你储存一个星期的食物就行 不用太多 因为超过一个星期就很容易坏掉了 特别是青菜什么的 然后你要是买肉的话 还是先吃新鲜的比较好吃一点 还是建议一个星期 然后他又说一点就是整理记事本 记事本就是说 比如说一月份我花了多少钱 就是过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给大家包红包啊 半年的费用 或者是什么节日啊 生日啊 这些的话你记APP里就行了 也不用说特别的去记什么 主要是你要学会最开心的是自己学会在预算内消费 就是不要超过你的预算 你可以预算好 我要大概花多少钱 然后你就按照那个钱数去消费 就是一种习惯 养成自己决定的习惯 戒掉漫无目的的习惯 养成自己决定的习惯 这是一种好习惯 专注在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上 请思考什么是自己重视的事情 并将其写进记事本里 这个就是整理你的记事本 还有就是说你要是买衣服的话 你自己真的是需要的还是想要的 我以前买了很多想要的 但不是需要的 就是那种各种舞蹈服啊 就是民族服啊 什么样的服装都有 就是喜欢那种嘛 但是其实买过来可能有的衣服就穿过一次 然后就浪费了 其实浪费挺多钱的 然后我家里东西又很多 清理的时候你还要把它清理掉 因为有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 东西太多也不方便 还有就是家里的衣柜 本来已经很多衣柜了 但是每一个衣柜都塞满了 每一个衣柜都挂满了 然后衣服太多了 我就决定做断食礼 把一些不经常穿的衣服 就把它丢掉了 或者送人吧 他们没有需要的话 就可以把它卷出去 卷出去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善事嘛 总比扔掉垃圾桶好嘛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整理你的负债啊 这个负债的话 其实我已经整理好久了 所以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整理你的负债 或者是虽然申办 却不怎么看的有线电视 这个网络方面我得说一下啊 以前我们家网络 其实一个月也不少钱 其实本来房东是有网络 因为我们是租的房子嘛 其实我自己装了网络 也是用了两年吧 然后去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网络费用太贵了 就把它取消了 WiFi网络是房东的网络 我们就可以用 然后平时自己的电话上 也有一些流量什么的都可以用 其实是够用的 如果你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网络 上什么的 就是特别的直播什么的 是够用的 然后这个也可以节省不少钱 像这种网络什么费用啊 就是你或许会心想 这些不是负债吧 但是无意识的固定扣款 将夺走自己5年后 10年后的金钱 这就是负债 你就是要订阅了一些什么什么内容啊 好多APP你都去订阅 然后它每个月扣固定扣这个 VIP的费用 每个月固定扣年费 其实也挺贵的 你加一起就知道了 我已经取消过好多次了 现在可能就剩个一两个两三个吧 就比较主要的 剩下次要的我都取消了 借钱是一种主动夺走未来财富的行为 因为还钱会减少未来的收入 因为你现在觉得我刷了凶卡没有关系 或者我借了钱消费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还它 但是你借的时候 你在还它的时候 你就没有存钱了呀 你就减少了你未来的收入啊 对吧 你未来的现金流就没有了 就比较少了嘛 所以你要从小的地方开始抓 一点一滴的开始去 整理你的金钱通道 先整理负债 因为这不是把现有的金钱 用在目前的生活中 而是预制未来的金钱 过现在的生活 这么做不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这个我得说一下啊 这个是我以前经常做的事 就是我的信用卡 刷的都是买衣服消费上 并没有什么说买资产的方面上 而且刷的是大笔大笔的 到现在我是在学习整理负债 也学习了好久 就是不需要的不必要的就不要浪费了 因为在一个家庭上生活跟你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你一个人的话你浪费了你就浪费了 但是有家庭呢 还是节俭一点比较好 一个人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整理你的金钱的话 你以后的日子会过得越来越阳光明媚的 我们虽然也需要考虑20年以后30年以后老年生活 但是了解目前的负债状况更是重要的 你现在一定要了解你的负债状况 财务状况 与其担心未来还不如把眼光转向目前的现状 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将成为整理负债的开端 其实有些负债你是不知道的 就是可能你现在每个月就是这个扣款那个扣款呢 你不觉得是负债 其实它是你的未来的一种负债 整理你看不见的花费 还有利息的真面目 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与其你每天想着要在超市买便宜十几块钱的蔬菜 还不如去跟银行讨论 你的房贷可以减少利率 降低利率你可以转贷 如果你在台湾的话你可以把房子转贷 当然在中国的话是不能转贷的 它就是两种 一个是固定利率 一个是浮动利率 固定利率的话就是前期跟后期一直都是一个利率的 它没有变动的 你每个月固定还款的这个价钱 浮动利率就是你最开始要还多一点 然后后面慢慢慢慢的就变少了那个本金 那你最开始如果你经济紧张的话 你也不能选这种的 因为最开始你还是承受不了嘛 本来你刚买完房子你就没什么钱了 然后你在每个月还那么多钱压力特别大 就是等额本金和等额本息 它就是看自己的情况去选 但是在美国的话 现在美国的房贷利率超级高了 美国其实以后也可以转贷 你要学会开始寻找降低偿还金额 然后尽快的还清贷款的方法 你有什么贷款的话你就去跟什么银行 或者是这种贷款机构去协商 还有就是投保的保险公司 你平时买保险的话 投保的保险公司名称是什么 投保的保险保费是多少 投保缴纳的期间有多久 投保被保险者与保险受益人是谁 保险中的理赔内容是什么 这些你都要知道 而且清楚的你可以写在你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或者是收入支出表 它有一个那个银行清单里面 我的那个保险以前我也没有整理过 就这几个月开始 我做理财之后 我整理了一下 然后我的保险公司的名字叫什么 保险保费是多少 每个月交多少钱 每年交多少钱 然后保额是多少 要交多少年 然后它是消费型的 还是返还型的 返还型的到多少岁能返钱 能返多少 就是都把它写清楚了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增长的那个部分 如果你现在退保 它的保单价值是多少 但那个我还没有看 没有算 因为我没有打算退保 但是保险的金额 就是不能超过你年收入的10% 如果你一年的工资是6万块钱 你就不能超过6000块钱买保险 一个月 那你的保险不能超过500块钱 是这样子的 这种一个是专业的计算方式吧 比较合理化 你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如果你买了很多很多很多保险 你觉得买什么都不放心 买太多保险的话 你压力也会增大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买太多的保险 但是保险没有还是不行的 你至少要有一个医疗保险 意外保险 就是跟医疗有关的吧 最基本的保险你要有 然后就是整理住家啊 家里边一定要整的干干净净的 不干净的话会影响你财运 真的 家里干净你待着也舒服 你干啥都有心情 然后你干啥都有时间 如果家里不干净你怎么打扫都打扫不完 你哪有时间做别的呀 对吧 这个整理住家的话就看你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你就按照那个环境去打扫 去整理就行了 还有就是你想要丢掉的东西 或者是你想要保留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价值就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 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你就留着 你觉得没有价值你就不用留着了 有些东西它就是一个消耗品 还浪费你的空间的话 你就把它丢掉就好了 我以前也是什么都舍不得丢 买回来新的东西都没用过 然后一放一放就放好几年 然后一舍不得丢 因为很新又很喜欢 但是就是没用 你没用的话你就送给人就好了呀 你送给有需要的人它就产生价值了 你一直放在那里它没有价值吗 不是 还有衣柜里的衣服啊 千万不要把它堆得满满蹬蹬的 你就是至少要有一点点的空间 让它有一个拿衣服的空间对吧 如果你家里的衣服挂什么呢 都就是已经不够用了 其实你就应该说是清理一下你的衣服了 可能你的衣服太多了 不然的话你一直买衣服挂 一直买衣服挂 一直做衣柜 但是家里还是堆不下 我们家现在就是满墙都是衣柜 但是我的衣服太多了 所以我就整理衣服了 或者你的衣服已经整理的刚刚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一件衣服丢一件衣服 我在买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想一下我要把哪一件衣服丢掉 不穿了不喜欢了 你再买 不然很浪费空间 每个月制装费减少 就是每个月的衣服的费用你要减少 不要太浪费 我是怀宝宝以后 然后肚子越来越大了减少了 就是没有买那么多了 可能女生都是天性吧 喜欢买喜欢买衣服买化妆品 然后我从怀宝宝以后 我就化妆品也降低很多 买的都是很实在的价格的 以前会买比较贵的 但是现在用的化妆品 虽然没有以前的贵 但是皮肤还是比以前好 因为现在早睡早起 以前的话你就是 可能你最近时间不正常 不按时吃饭什么的 也会对你的身体有影响吗 对你的皮肤也有影响 所以的话有些东西你从内在的调比外在的调要更好 还要整理你家的水电费 水电费的话一个月花多少钱 然后如果你们是自己走自己的水电的话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情况吧 有效节省年度日常生活支出 这个也很重要啊 你一年要花多少钱 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然后一天要花多少钱 这个其实是能计算出来的 当然我也是都计算好了 我一年的这个买衣服的费用要花多少钱 然后每个月不能超过多少钱 但是经常就是会超值 超值是因为我们有宝宝要出来 我们就买一些用品 家庭用品 但是如果是很少的钱的话呢 买一点就买一点也没关系 就不要花太贵的就好 或者你想得到一些什么 老师资格证书什么的 是一种学费上的一些开支 学费上的开支就看你自身的情况 如果你条件很好的话 那也没关系 那你想考什么资格证就考什么资格证 然后如果你条件不是很允许的话 你就看一下你有没有特别的需要这个 我是之前买了有两种吧 课 然后需要考试我还没考 所以其实是一种浪费 如果你真的确定好了 你能学下去 你能考 那你就去报名 花钱去学嘛 如果你没有这个打算的话 就不要真的 梦想会在宽广的客厅中 创造许多的邂逅 就是客厅你也要整理嘛 家庭的每一个角落 都要把它整理干净 不是说我只整理大面 你是每一个角角落都要干净的 这样子的话 对你的财运会越来越好 自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最重视的是什么 我现在就很重视干净 我有的时候都先把它 弄干净了 我在吃东西 为了察觉自己的感受 现在立刻把整理住家 当成一种练习吧 如果不是很忙的情况下 真的是要把家里整理的干干净净的 如果你不是每天都上班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上班的话 你可以周六周日抽时间整理 只要过着单纯仔细的生活 就能感受到物品的价值 因为你物以稀为贵嘛 你家境空间大了 然后东西白放的又整齐 又少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有价值 也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你觉得我也不用那么累了 不用每天都去搞卫生 干弄也弄不完是吧 这正是能够带来精神满足感的原因 当你会把自己的生活 所有的一切都整理的干干净净的时候 整理的明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最后的话就是整理你的老公 想用金钱换取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 也就是说价格是自己付出的事物 价值是自己获得的事物 付出金钱就能换取价值 价值的定义因人而异 就是有些夫妻也是 夫妻共同观就有的不一样嘛 为什么金钱对你来说很重要 金钱能让家人安心安全 为什么让家人安心安全呢 因为我很珍惜家人的笑容 为什么家人的笑容很重要 因为这是家人与我的幸福 这个是这个女生问她老公的三个问题啊 这个如果是我的话 为什么金钱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会觉得因为有金钱的支柱 我们的家庭会过得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有满足感 越来越有成就感 如果没有金钱的支柱的话 两个人的感情会慢慢的下降的 生活方面上 因为每一家人都需要金钱的支柱 没有金钱的支柱的话 能幸福感比较少吧 为什么有金钱支柱才会有幸福感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你做什么都要花钱呢 对吧 就比如说你每个月叫房租要花钱 如果你买了房子 叫房贷也要花钱 那你有一个家庭的话 最基本的买菜你都要花钱 是吧 你买衣服也要花钱 而且你到小孩出来的时候 你要是老说家里没有钱 家里没有钱的话 你吸引立法则 你就要吸引好的东西 不能把这个总挂在嘴边上 那你最好是自己有积累一点财富 然后越来越富吗 就会越来越幸福吗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慢慢的学习积累财富吧 这个很重要 这个才是有幸福感 因为家庭就是首先要家庭和谐嘛 一个有爱的家再有一点经济基础还是不错的 我想要自己的房子 但金钱管理很难 所以一直存不了钱 这个是所有的人一个通病 所以要整理你的金钱通道嘛 夫妻理解彼此 花钱也想获得的价值之后 就能开始一口气整理金钱 如果能够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物 步步充实的人生 就能充满能量 不相充实的人生 所以你要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 就像你买房子一样 你要买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 跟一个不喜欢的房子 那住的感受就不一样嘛 这样的人无论存钱花钱都会很开心 也热爱金钱 就是你自己有一点经济基础了 你找老公的时候 你可以找一个我爱他的 你就是不用说一定要找一个经济怎么怎么样的 如果你自己一无所有 然后你再找一个老公一无所有 那你们两个都一无所有 就是压力不是特别大吗 所以这个真的是经济很重要 自己要有一点经济基础 你就可以找一个你爱的人 哪怕他经济不是很好 但是两个人一起齐心协力的也是慢慢会变好的嘛 因为他们把金钱当成开创自己人生的重要科办 这个对 金钱就是开创自己人生的重要科办 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金钱 所以我们才需要整理金钱 那我们现在决定不要存钱了 决定储存下来的能量该如何使用呢 也是决定自己今后生活的方向 请各位身为老公老婆的你 学着相互理解尊重彼此的价值观 并且把钱用在自己珍视的价值上 因为珍惜金钱也是珍惜自己的人生 所以一定要珍惜金钱 更要珍惜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人生是由自己做决定的 我在前几次的视频里面一直都讲这个话题 就是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自己去打造 自己去创造 自己去追寻 整理金钱就是整理人生 如何做选择该看重哪些事情 生活产生秩序 也让我的心灵产生了秩序 请不要小看自己迈出的一小步 也要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怀着信心 就是你不要觉得我现在我家里状况很乱呢 金钱状况很乱呀 或者是房间也很乱呀 我这收拾一点也不当啥事啊 其实你迈出来的一小步就是你成功的一大步 金钱整理的最终目标就是活出自己的人生 因为整理金钱就是整理人生 我希望能够透过整理金钱给更多人整理自己人生的机会 希望各位都能相信自己选择的道路 不断不断的持续的往前迈进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整理金钱啊 或者你们可以在网上买这个书 然后去看一下啊 这个金钱整理还是挺有必要的 如果你们就是不喜欢看书的话 就可以看我的视频然后边做边整理 但是我只给大家讲重点啊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这些点上 还是蛮不错的 蛮有知识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啊 把自己金钱通道都处理的干干净净的 把金钱通道都通开了啊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The last part of Mario say 你支付的越少你节省的越多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